台灣地區被認定存在貿易壁壘 ECFA面臨中斷 貿易壁壘審查 大陸消負在進行認證 台灣的大陸 ECFA對台灣的幫助是很大的 恐怕打中的其實是 兩岸經貿合作過程當中 台灣當局非常領虧的原因 很多的產業將無所失措 而且在短期之內 我們有沒有辦法能夠 開闢另外一個市場來取代大陸 鳳凰聚焦 兩岸經貿博弈大陸不在人 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鳳凰聚焦 在北京 國務院宣佈 明年新年起 終止ECFA框架下 對台灣12類產品的關稅減讓 舉措引發了各方的關注 大陸的這一措施 從宣佈到實施 看起來只給台灣留了9天的時間 而事實上 大陸開展這項調查 迄今已經有8個月 露台之間經貿狀況究竟如何 這次的措施出台 一舉何在 見之何方 對台灣的產業 經濟 甚至政局會有怎樣的影響 又會如何牽動 兩岸關係的前景 十二月十五日 商務部發佈 2023年第54號公告 宣佈認定台灣地區 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 構成貿易壁壘 消息一出 在台灣地區引起了巨大震動 貿易壁壘審查 大陸消息就在進去任何 台灣地區引起 大陸貿易壁壘 進行已經構成了 台灣當局立刻回應 絕不接受貿易壁壘調查結果 緊接著國台辦回應 本次調查事實清晰 證據確實充分 調查結論客觀公正 民進黨當局 對大陸採取貿易限制措施 不符合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框架協議 關於推動兩岸經濟關係 正常化 制度化 及自由化的要求 我們支持相關主管部門 結合對台貿易壁壘調查 最終調查結論 依據相關規定研究 採取相應的措施 這一次我們發動的反 這個所謂的貿易壁壘調查 去看看台當局的反應 我們就會發現 它必須有一種 我們坦白講是叫做 必須捏著鼻子扔下去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 貿易壁壘調查 恐怕打中的 其實是兩岸經貿合作過程當中 台灣當局非常理虧的一點 無論是商務部的調查結果 還是國台辦的回應 都將矛頭指向了同一處 兩岸經貿的一項重要協議 EGFA EGFA對台灣的幫助是很大 就是說因為台灣地區 在這個EGFA的項目裡面 很多的項目 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 是跟這個日本跟韓國的 產業是重疊的 那因為台灣到大陸的貿易 本身就有了一個運輸成本的優勢 那再加上關稅降低的優勢 所以使得台灣出口到大陸的 這個相關產品 特別是在長江以南 就有了跟韓國跟日本的 比較的很高的優勢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簽訂於2010年 在其中的早期收穫清單中 大陸對台灣地區降稅產品539項 台灣地區對大陸降稅產品267項 商務部的調查報告指出 大陸通過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長期匯台讓利 台灣地區卻為實質減少 對大陸的貿易限制 據專業人士估算 如果EGFA被終止 將直接為台灣地區 帶來205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佔對陸出口總額的17% 這些損失主要分佈在 提供大量工作崗位的傳統產業 那EGFA案其實對於兩岸 尤其是對台灣方面 我們無論是農業還是製造業方面 都帶來了大量的好處 那一旦這個EGFA案去停止掉 其實大量的涉及到中小企業 而這些中小企業的占比 其實超過90% 是解決城鎮就業超過80%的 這些市場主體 那這些市場主體一旦出現問題 損害的是台灣的 老百姓的利益的問題 台灣地區當地的傳統產業廠商 顯然不願意承擔這樣的衝擊 自大陸公告發出後 他們開始積極遊說台當局 催促當局與大陸進行友好協商 台灣島內也出現了 對當局批評的聲音 我所瞭解的七百億美金 兩百多億美金的項目 那他如果一項一項檢查 這對台灣的經濟是有影響 對你一直主張台獨 那我就跟你算清楚 賬算清楚 這個議題的影響非常地大 馬上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來因應這樣一個方案 那不然的話 很多的產業將無所失足 而且在短期之內 我們有沒有辦法 能夠開闢一個 另外一個市場來取代大陸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 這一次台灣社會的相關業者 尤其是工商界 對於我們發起的貿易未來 是比較著急的 因為我們會發現 前一段時間 從去年年到今年年初 其實兩岸關係 這種正向交流的呼聲 在台灣社會本身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次貿易未來的調查的發起 也加劇了台灣民眾 這點一種焦慮的心理 所以我們會看到 相當多的工商業者 非常希望能夠吸進大陸 能夠與我們進行相應的互動 能夠進行協商 能夠有效地去處理這個問題 台灣地區工商界的緊張情緒 來自台灣地區 對大陸的巨大經貿依賴度 大陸是台灣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 據台灣地區經濟部統計 2022年 台灣地區出口有38.8%是到大陸 進口方面 台灣地區20%進口來源為中國大陸 同時 大陸也是台灣地區最大順差來源地 2022年 台灣地區享受的順差金額 高達1565億美元 據海關總署公布數據顯示 2022年台灣地區 GDP達7600億美元 從大陸得到的貿易順差 佔GDP比重超20% 如果我們去看 這麼多年 台灣的貿易的順差 你會發現 如果將中國大陸 從中國大陸獲得的順差拿掉的話 台灣的貿易 它是呈現出一個逆差狀態的 那我們知道 貿易對它的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從它的經濟成長的貢獻率 來擇算來講 貿易具有著相當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 來自於中國大陸的貿易的順差 其實是支撐近些年來 台灣經濟保持一個相對不錯的 珍珠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性的因素 情貿壁壘調查始於今年4月12日 其後 鑑於案件情況複雜 商務部於10月9日發佈案件延期公告 將調查截止日期 延至2024年1月12日 但沒等到截止日期 商務部就提前發佈了公告 調查指出 僅在本次調查期間 禁止進口大陸產品的數量 就由調查立案生了2455項 增加至2460項 或又調整至2509項 其中包含大量民生必需品 如農產品項下的米面油 新鮮水果 蔬菜 乳製品 雞蛋等 工業品項下的空調 冰箱等家用電器 我覺得提前來公佈 實際上是有利於推動 他的選情 選民 為了自己的利益 核心利益 去謀福祉 去選上真正能夠保護 我們台灣老百姓的利益 保護兩岸經貿往來的核心 扭帶利益的這樣的一個政治當局 多年來同根同種 血濃於水的勤奮 讓大陸在對台貿易的態度上 一直採取的是會台政策 給予更多的讓利 保護台灣地區相對脆弱的產業 成為兩岸經貿關係的特點 讓利的存在 讓台灣地區普通民眾都習以為常 過去 台灣地區從讓利中拿足了好處 為了照顧台灣地區農漁民利益 擴大台灣地區農產品出口大陸市場 大陸方面採取了一系列 台灣地區產品零關稅優惠政策 通過對台採購 大陸幫助台灣地區消化農業滯銷產品 組織採購團 赴台採購 電子 石化等產品 2010年 對台採購達近200億美元 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下 台灣地區過意匪淺 截至2020年底 台灣地區企業享受了 累計約70億美元的關稅減免 由於兩岸貿易壁壘的存在 由於對大陸大量的出口產品 就有所謂的歧視性的政策 使得台灣在兩岸貿易過程當中 其實獲得了遠高於 它正常水平的貿易的順暢 再去看我們與其他的經濟體 比如說其他的國家 比如說韓國 比如說東盟 雙方應該要基督WTO的 互利互惠的原則 但是對台灣 我們強調中國人做事 一家人 什麼事都好商量 企業家們賺到了錢以後 支持台銷勢力成為民進黨的金主 另一方面把這個賺到的錢 去買金火 跟美國人交保護費 要以武謀獨 以武繼統 當然就是我們要採取措施 這個金望這個利益是最根本的 經濟是基礎 把你們的經濟基礎抽掉以後 你就沒有錢去買金火 也就沒有錢去支持那些台銷勢力 2001年 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 2002年 台灣地區 以台灣 澎湖 金門 馬祖 單獨關稅區的名義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簡稱為中國台灣 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 大陸和台灣地區之間 應該互相享有關稅優待 然而多年來 台灣地區一直沒有如約履行義務 入市前 台灣地區對大陸的5000多項商品 進行貿易限制 即使入市後取消了一部分限制 但仍有2460項 在不准輸入的名單裡 由於兩岸關係特殊 即使有貿易糾紛 也很少提交到世貿組織層級去處理 這次大陸啟動經貿幣的調查 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民進黨執政以後 兩岸關係發生了一種劇烈的調整 兩岸的公權力部門 包括兩岸兩會都終止了協商 對話協商的渠道不復存在 這樣的話 兩岸直接溝通貿易糾紛 也就很難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想 大陸採取這種 貿易壁壘調查的方式 來維護本身正當的權益 我覺得是一個正常的程序 正常的手續來處理這個問題 經貿壁壘調查結果 也令台灣地區工商界擔心 會影響台灣地區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進而引發台灣地區的經濟害肖 畢竟大陸是台灣的一個最大的市場 如果對大陸出口受到限制 受到影響的話 台灣它的產品在國際市場 不僅是在大陸 包括在區域內 無論是RCEP內部 還是CPTP內部 都會受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 那你的出口的競爭力 就會大幅度地去走低 因為你最大的市場失去了 你還要到哪個地方 有這麼大的市場 有這麼合適的地方 去給你銷售你這些的產品 12月21日 大陸開制裁頭一號 國務院關稅稅責委員會發布公告 決定終止海峽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部分產品關稅減讓 自2024年1月1日起 對原產於台灣地區的 秉錫 六二甲本等 12個稅務進口產品 終止適用海峽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協定稅率 按現行有關規定執行 制裁公告稱 希望台灣地區採取有效措施 取消對大陸的貿易限制 這次制裁後 根據事態發展 是否會有進一步的制裁 甚至直接中斷整個EGFA協議 令人格外關注 但目前雙方還存有斡旋餘地 化工的產品 對我們大陸的相關的 一個產業和企業的 經濟損害是最大的 是最明顯的 也是充分考慮到島內民眾 就是這個行業的話 對島內的民眾的影響 可能是最小的 兩岸之間有三種處理的辦法 第一種處理的辦法 就是雙方談 那這需要什麼 我相信台灣當局是非常清楚的 因為我們一再強調 九二共十是兩岸之間進行 官方互動 或者說公權力互動的 一個不可少的一個基礎 兩岸的這種面對面的談 是最好解決問題的辦法的途徑 那另外一點就是 雙方數足於WTO 但是要注意 那個整個處理的流程 是非常的漫長的 第三種辦法就是什麼 我們會根據相關的東西 和我們的報告提出制裁 所以當我們把三個路徑 都放在這兒的時候 大家也都很清楚的話 那麼我相信 無論是島內的工商界 還是島內的相關業者 亦或是台灣的民眾都知道 哪一種選擇是最佳的選擇 無論後續如何 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或許會最終落下 震動台灣的基礎產業 兩岸經貿羈絆已深 這樣的關係 是如何發展演進的呢 12月1日台灣地區財政部門宣佈 自2024年1月17日起 停止徵收大陸置協削反傾銷稅 台媒表示 這項稅收在台灣地區 課徵16年即將走入歷史 未來不論是實體店還是網絡購物 島內民眾都有望買到更便宜的 大陸製造的鞋子 只徵收大陸置協削反傾銷稅 會使台灣民眾擁有更多的選擇的機會 獲得物美價廉的大陸置協 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好處 但是目前台灣經濟部門 仍然對大陸生產的毛巾等產品 繼續課徵反徵 反傾銷稅 台灣方面應當公平地對待大陸企業 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這是近年來兩岸經貿關係中的 可喜一幕 回溯歷史 兩岸經貿的發展 並非一帆風順 上世紀90年代 台商掀起西境大陸的熱潮 到1996年 兩岸經貿依存度躍升到10.95% 這引起了台灣當局的警惕 為了降低對大陸的經濟依靠 李登輝先後推出了 南向政策和借籍用人 鼓勵台商投資東盟 限制大企業 科技產業對大陸投資 可台商們的足跡 早已遍及大陸 李登輝的政策 並沒有起到 阻隔大陸市場的作用 大陸的改革開放的這種 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 不可否認 提供了很多的台灣的企業界 快速發展的空間 否則光在台灣 土地不足 人力不足 政府單位的施政又官僚氣息太重 因為當時在大陸上同一個時間 大陸的一些官員們 為了要推動經濟發展 真的是費盡心力 替這些台商 然後外商提供的服務 已經到了無為不至 2008年 馬英九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 兩岸正冷驚熱的局面迅速扭轉 大陸與台灣地區的經貿往來 開始步入發展的出現 從明天開始 兩岸將進入大三通 海運跟空域天天直航 還有兩岸郵件直通的新里程碑 有直航之後開始有些比較便宜 然後現在網路上有很多旅行社 它們都有一些優惠活動 就好像我看有什麼3999 4999的優惠 那真是超便宜的 時間變短了 然後價錢又便宜 所以會想去 2008年6月 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 重啟制度化協商 兩會在周末包機 大陸居民赴台旅遊 通運 海運 郵政 食品安全等多個領域 達成協議 同時基於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大陸採取了一系列零關稅政策 對台灣水果 農漁業產品開放市場 2008年到2016年 由於馬英九先生的上台執政 當時兩岸因為有九二共識 作為共同的政治基礎 所以兩岸經貿合作關係 其實獲得了一個長足的發展 並且那個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就在於雙方覺得 由於我們政治上有相應的互信 所以經貿合作關係 應該要走向機制化 兩岸進行了所謂的 經貿合作協議的談判 形成了我們所熟悉的ECFA 那麼當然我們要知道 ECFA它其實是一個框架協議 它其實包括服務貿易 包括貨物貿易 包括投資保障協議 共同來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 這種機遇和挑戰 區域經濟一體化 這個潮流也就不可逆上 我相信這兩項協議 是一個在台灣經濟發展歷史上 重要的里程碑 2010年9月 ECFA在海峽兩岸正式生效 由於大陸在協議中 盡可能讓利台灣地區 外界也普遍把ECFA 看作是大陸會台的政策 在ECFA的早收清單中 大陸同意台灣地區的18種 農漁產品列入免稅項目 而並沒有要求台灣地區 對等開放農產品市場 降低大陸產品進口關稅 據統計列入早收清單的產品 平均關稅降幅達到10%以上 對台灣地區的經濟成長率 增加約1.72% 總就業人數增加約26.3萬人 民眾普遍受賄 近期 民進黨參選人賴清德 針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發表言論 指服貿一旦實行 台灣民眾將大幅失業 台灣經濟也將會衰敗 ECFA自簽訂已有13年之久 但除了早收清單 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協議 一直遲遲未能簽訂 究其原因是民進黨 再次上台 極力阻撓 民進黨主持說 簽ECFA只對大企業有好處 完全忽略對於小企業 跟勞工的好處 這種現象不是只存在 與我們剛才所說的工具機 還包括石化 包括汽車 包括紡織業 這些行業一共有幾十萬的勞工 他們是不是也要照蔡主席 跟民進黨所說的 不要簽 慢慢來 在ECFA協議通過之後 雙方還要繼續推動 貨物貿易談判和服務貿易談判 但是後來台灣政治局勢發生了變化 所以在後續的談判協商中 遇到很大阻力 台灣內部始終有一股勢力 來干擾阻擾 連安正常的貿易關係 最主要的代表就是 民進黨和部分的台獨團體 他們是干擾破壞連安 經濟正常化制度化的 最主要的代表 使得兩岸服貿協議中斷了 民進黨痛罵ECFA 讓台灣地區的經濟自主性流失 兩岸服貿貨貿協議是黑箱操作 蔡英文更把ECFA比作糖衣毒藥 這兩年來你只有一個政策就是ECFA 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都不重要嗎 你簽了ECFA以後 你將限縮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的 時間跟空間 我要再一次地強調 ECFA將引發台灣有史以來 最大的經濟結構的調整 最大的財富重新分配 而這樣的調整跟重新分配 最不利於弱勢團體 弱勢產業 廣大的勞工 農民跟受信階層 你為了簽ECFA 讓這個社會陷入對立與交力 也因為ECFA 也限縮了我們台灣經濟社會 政治調整的空間跟時間 使我們陷入到 無止境的惡性的循環 在兩岸的關係中 喪失了自主性 兩岸之間的ECFA的協議 本來是要不斷地擴大 就停留在原地不動 就原來500多項 早說清單的項目 就沒有再擴張了 一直都維持著原狀 到了蔡英文時代 他就利用了這個ECFA 這500多項的產品 你別看到500多項產品 他佔兩岸貿易四分之一 所以比重也是相當的大 然後他就享受到了 馬英九時代所建立的這些ECFA 那他判定 認為就是說 兩岸關係再怎麼緊張 大陸也不會單方面取消ECFA 所以他就有恃無恐 不斷地去推動 所謂的兩岸互不隸屬 然後走向一個台獨進程表 2016年 蔡英文上台後 不斷強化與美日合作 鼓吹新南向政策 淡化兩岸經貿關係 管制 阻撓兩岸經濟交流 2018年 中美貿易戰打響後 蔡當局又積極配合美國遏制大陸 不斷鼓動台商回流 在民進黨當局的阻撓下 台商對大陸投資逐年減少 創下30多年來最大降幅紀錄 為了配合美國壟斷 半導體先進製程 阻止中國大陸的科技發展 民進黨當局還放行台積電 批准最先進的製程工廠落戶美國 那麼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方面 島內也存在一些疑慮 特別是台積電等高科技產業 因為在美國不斷渲染 台海危機的過程當中 美國將台積電 作為一個重要的籌碼 不少的美國政客 包括行政當局的 國會的議員層次的 都提出來了 在危機狀態下 要毀掉台積電等等 所以台灣社會對美國 在這種中美戰略競爭的 這種格局下面 對美國的對台科技政策 或者對台科技的背後的幕後的想法 是十分擔憂的 2023年的經貿壁壘調查 或許也為偏離軌道的台當局 敲響了警鐘 12月2日 台當局主計總處發布最新預測 因島內出口嚴重萎縮 民間投資不振 全年經濟增長率下修為1.42% 為14年來最低 IMF發布的最新預報也顯示 預估台灣地區2023年經濟增長率 僅有0.8% 這與兩岸貿易衰退有直接關係 但衰退背後 兩岸經貿的發展依然韌性十足 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經濟 兩岸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具有巨大的合作優勢 地緣優勢 人緣 血緣 以及大陸不斷發展的經濟基礎 和產業優勢 蔡英文執政7年了 台灣對大陸的貿易易程度 竟然上升到42%到43% 那說明即使民進黨 採取一些貿易限制政策 即使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增加 包括美國在兩岸經貿中 採取了一些負面政策 它並沒有阻礙台灣對大陸地區的出口 也沒有阻礙兩岸經貿規模的 持續擴大 12月22日 國台辦表示 海關總署決定自12月22日起 恢復台灣地區石斑魚輸入 石斑魚的輸入曾於2022年6月13日起暫停 同時國台辦提到 只要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兩岸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 很好解決 我們願意與島內有關方面共同努力 繼續為恢復台灣 農漁產品輸入大陸提供幫助 台灣有人跳腳 有人扼腕嘆息 有人呼籲正面解決 也有人則是繼續不惜綁架民眾福祉 來污名化兩岸的經貿 有評論說 距離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選舉 僅有三週多一點的時間 這是關係到未來地緣政治的大事 而北京在這個時候宣佈的 關稅減讓終止措施 顯示出省慎 其實拋出這一次取消關稅減讓的產品 兩岸的貿易互惠程度 仍然極度不平衡 北京還有不少的空間 來糾正這種不平衡 而措施是否會加碼 也取決於台灣方面的回應 以及行動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 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